演員表演羨慕 民眾掌聲不停 但放眼望去 眼前一橫一直黑色邊界設計 讓整體事件有點卡卡的 會有一條線就感覺好像 擋到他們整個表演的 那個視覺的感覺 以整體來說 當然影響沒有太大 但是感受上還是會有一點差 我覺得要先注明 可能那區可能變成便宜一點 或是怎樣 可能比較可以接受 議員劉采薇日前接到同訴 有民眾向劇團購買鑿鳥優惠票 那演出當天才知道視線 一半是玻璃一半是舞台 演員的身體看起來 就像被玻璃切成兩半 彈開座位圖來看 城市舞台一共有995席座位 議員實際勘察 發現二三樓前三排 一共198席都有視線 偵導問題 而且數量高達兩成 要提早告知 那第二是不是在票價上面 需要有一些優惠 城市舞台整建後 在一百一十二年七月 重新啟用 不過不到半年時間 就已經有人反映過視線 油點母湯 民眾發文說城市舞台 二樓透明擋板 從舞台看下去 剛好把舞台切成一半 對此臺北市一文推廣處回應 因為二樓距離一樓 有三點八公尺的距離落差 為了安全顧慮才會使用透明度最高的玻璃 也針對視線不良區朝著調整票價的方向進行 財力協物結成領區台總統